麻辣咸香的火锅泡面 好吃又好看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儿个占用牛油火锅底料做泡面 哎 咱们来看看咱们做呀 咱们来尝尝味道如何 过种饭物泡面 以次加入适量的请豆 适量且豪的胡萝卜 适量且豪的火腿茶 适量且豪的风干牛油 适量的摩浴节 散植下一小块牛油火锅底料 适量的白糖 加入清水倒这些就可以了 开始煮泡面煮到这个程度 然后加些省菜加个卤丹 孤独一会就煮好了 看看这下 然后将泡面盛醋 麻辣咸香的火锅泡面就做好了 看看多耐人 咱们来尝尝味道如何 香香辣辣的味道 但不会特别辣 只能味味辣的味道 刚刚好 哇 饱个下尝尝 看这下那眼 嗯 下的外皮呢 是这种味辣的味道 里面呢 基本上是没进味 这种显甜的 整体吃起来也不错 挺好 这个省菜呢 就最后的时候加了点 但是最后就是盛好之后呢 又放了点 为了提升这个口感的层次 跟这个味道的层次感 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越吃越香 而且这味麻味辣呀 就吃着吃着 就冒哈尔 不是舒服 里面有菜呀 有肉啊 吃起来还挺丰富 挺好 太香 吃起来啊 味麻味辣越吃越香 哼 太香了 华索 您了觉得味道怎么样呢 您了 学会了如何制作火锅泡面了吗 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 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